我去过福建的福州 福州那边有一个马尾港 我就是要讲这些 因为这三艘航空母舰的命名 都是有它的历史的含义 因为比如说第一艘命名是叫辽宁舰 因为你看日俄战争的原因 就是为了要争取这个辽宁省的旅顺大连所引起的 所以说第一艘舰叫做辽宁舰彰显 我们现在是这些版图我们都收回来了 它有它的含义在 第二艘是命名为山东舰 因为山东在满清后期 是德国人的势力范围 至少青岛是德国人的势力范围 一次大战的这个和会里头 在巴黎和会里头 我们力争要把德国人在山东半岛的权益收回来 最后失败 所以顾维军就是奋而立席 没有签署这个巴黎合约 因为我们是战胜国 我们最后参加了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山东舰是在纪念这个 至于说是福建舰呢 就是纪念就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其实也知道船间炮力是一国帝国的根本了 你没有这个船间炮力 你就没有办法来对抗外来的 来自于海洋的这种掠夺跟侵略 所以呢他开始就设造船厂在马尾 再加上现在福建正好是面对着台湾 台湾原来是隶属于福建的 所以现在呢要收台 第三艘航母呢就叫做福建舰 这个是非常的就是说理所当然的事情 很容易理解 所以苗宁舰山东舰福建舰 我觉得他的命名都有他的历史含义